凯米台风虽然已经离开台湾了 但后续的复原工作还是得持续进行 华联市目前除了路数倒塌严重 部分地区也曾出现淹水情况 而市长魏家彦25号陆续前往各处看灾 目标一周内可以完成清除道府路数作业 尽快恢复交通顺畅以及市容 凯米台风虽然已经离开台湾 但后续的复原工作还是得持续进行 华联市目前除了路数倒塌严重 部分地区也曾出现淹水情形 为了加快复原进度 市长魏家彦25号陆续前往各处看灾 也向国军提出支援 街道上非常多的一个路数倒塌 那还有很多的像早期种的一些黑板树 这些可能都直接拦腰或折断 那影响很多的用路的部分 那我们也是希望尽量在今天能够 恢复到主干道的这个道路的让大家能够同行 这个是我没有办法那么全面性的去清 那我们从昨天的晚上一直到现在都持续的还在清理 所以真的要仰赖很多社会各界的力量 那再次的要谢谢我们部队 国防部在中午的时候已经电令三军部队 这个汉光40号演习目前已经结束 那转换成这个救灾灾防任务为主 那这一次我们就是把这个应召员纳入这个灾防的部队 直接投入这个灾后的复原 目前是60位的兵力准备来做这个灾后复原的工作 魏家宴表示公所团队已迅速展开抢修工作 相关单位及同仁大家不眠不休的执行任务 目标一周内可以完成清除导服露宿作业 尽快恢复交通顺畅及势容 记者徐立琴华林士报导